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 重申巴林 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7集 该交贩还没流行起来 夏小兰后知后觉意识到这一点 不仅是黄婶觉得陌生 商都也没有专门卖盖焦饭的店 为了收拾张翠一家 夏小兰也是拼了 她自己厨艺一般 却见多识广 全国哪个地方的快餐 她没吃过呀 她上午也没去摆摊 早早跑去菜市场 买了一堆原材料 还顺道让李峰梅中午来吃饭 回家洗洗切切 又煮了一大锅米饭 刀工一般 不赶时间还能把胡萝卜切均匀 她用洋葱和胡萝卜烧羊肉 土豆炖牛肉 还有夏小兰自己喜欢的 黄豆焖猪脚 香料的味和肉味混合到一起 香味都飘过墙头 引得左邻右舍的人蝉虫大动 鱼奶奶家的伙食也太好了 扫大街和干个体户的人能吃这么好 李凤梅走到门口就觉得香 黄婶一路打听着地址找到鱼家 闻着香味就惊身一震 大姐 你就是小兰的客人吧 李凤梅正和黄婶说话 叮铃铃一阵响 刘芬尚午也收工了 黄婶见过刘芬 那这里果然就是夏小兰家 三个人一起进门 夏小兰早就准备好了 她把米饭盛在小碗里 压瓷石 再倒扣在盘子里 随手在米饭团上撒点黑芝麻 脉想顿时提升了档次 快坐快坐 都来尝尝味 一个盘 一团饭 一个勺 再咬着烧好的菜 盖浇在饭上 三个人都食指大动 这不就是把菜浇在米饭上吗 谁家里不生菜呀 大家都这样吃过 菜汤拌着米饭就能糊弄一顿 但有好好的菜不吃 要浇米饭啥 这种吃法黄婶不了解 这样能赚钱 她将信将疑 学下小兰那样拿起勺子 把浸泡着汤汁的米饭往嘴里送 香料和羊肉味 吃了一口又忍不住吃第二口 很快就将一盘子饭吃完了 盘子干干净净的 最后的汤汁都被拌入米饭中 一点也没浪费 夏小兰又叫黄婶尝别的口味 大家食量都不小 不管是胡萝卜烧羊肉 土豆牛肉 还是黄豆猪脚 都轮番尝了一遍 黄婶好像明白了啥 却把心里的话组织不成句 夏小兰也没卖关子 这一盘该交饭 连饭带菜卖五毛钱 有没有人吃 黄婶尝先是点头又摇头 吃当然有人吃 可羊肉牛肉多少钱一斤呢 卖五毛还不亏 一个死字 含在嘴里打转 黄婶尝猛然想到 刚才就着汤汁就把饭吃完 其实根本没几块肉 那种自己吃了很多肉的饱腹感 是哪里来的 只有几块肉 卖几毛钱一盘也不会亏呀 见黄婶有点明白了 夏小兰直接说道 除了这些炖烧类的菜 炒菜也能拿来做盖焦饭啊 盖焦饭可以 盖焦面也行 一个做法 却有千变万化的口味 夏小兰负责说 黄婶负责点头 就连李凤梅和刘芬 都听得入神 听起来 开小吃店也不难啊 这样的生意 为啥要交给外人 留给自家人不好吗 夏小兰 一开始也是这样打算 现在却嫌小吃店太累 她瞧不上这门生意了 纯粹就是给张翠的店找事 给黄婶培训了两小时 后者离开时信心满满 婶子这店开起来 一定要好好谢你 黄婶满口夸夏小兰 也不晓得别人 将这闺女咋样的 聪明又找人喜欢 黄婶走了 看着刘芬和李凤梅都不解 夏小兰才把情况解释一番 她不愿意刘芬再想起 夏家那些讨厌鬼 在现役中门口 遇到夏红侠的事并没提 现在夏小兰把张继小吃店的事 一起讲明白 刘芬听得都害怕 夏家那些人 咋就那么阴魂不散呢 安庆县那么大 他们要把店 开在现仪州门口 会不会影响小兰上学呀 夏红侠喜欢和夏小兰比较 小兰有的 她没有就会眼红 说不定就要跑到学校乱说话 刘芬额头上都急出了汗珠 都搬到商都市里来住了 原来的坏名声 还会影响到小兰吗 还有周成 小伙子远在京城还不晓得 要是听到风声 建议小兰以前的名声 该咋办呢 刘芬是个梅主见的性格 遇到事只会自己愁 现在已经手脚发麻了 倒是李凤梅要比她强 吃惊归吃惊 却知道夏小兰不会无端说这些 她慢慢回过神来 所以 你教黄嫂子做啥盖焦饭 还鼓励黄嫂子 在张记小吃对面 开一家新店 李凤梅又惊又喜 只觉得痛快极了 要是蓝凤凰生意正好 有人在旁边也开了家服装店 只怕她都会愁得睡不着觉 整天都担心被别人抢走生意 哪有心思去管其他事啊 夏家那些不要脸的 就该用这样的手段收拾 李凤梅把夏家人都拎出来骂个遍 从夏老太到夏紫玉 男女老少都没放过 黄嫂子这店一定要胜意兴隆 让张翠那娘们 没功夫冲着小兰使唤 你怕啥 谁敢欺负我家涛涛 我非得把脸给她抓花 难道你不敢收拾张翠 刘芬重重点头 从夏大军被押着离婚的事 刘芬也看出了门道 这世上大多数人都是气软怕硬 她受点气没啥 小兰的学业和未来可不能耽误 张翠要是使坏 她岂止要揍人哪 拿刀捅人的心都有 妈 舅妈 你们也别太紧张了 夏家那边不算啥事 咱的日子该咋过还咋过 夏小兰把剩下的饭菜收拾好 顺道拐了弯跑到二七路那边 刘勇带着几个工人正在忙活 门店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 原本的吊顶也拆掉 展示柜也抬了出来 这边是一起开工的 木匠和尼玛工都不耽误 等吊顶墙和地上的砖贴好了 木工做的各种架子也差不多结束 会大大缩短装修的工期 刘勇见夏小兰来送饭 咧嘴笑 转而又皱眉 夏兰 你说的小射灯还能买到 水晶吊灯可不好找 夏小兰一开始想装原木风 后来一想 她喜欢极简主义的装修风格 八三年的顾客们不见得会喜欢 八零年代的国人已经见惯了简朴风 欧式装修风格才能镇住人 木地板换成了现在饭店大堂才会用的瓷砖 吊顶用石木的 落地展示架都用欧式的铁翼 这几点装修建材差点没逼死刘勇 在上都跑断腿才凑齐 吊顶和墙面还要做浮雕纹 刘勇找来的工人都不会这活 他自己在拼命琢磨 这些问题都能慢慢解决 水晶吊灯 刘勇是真没买到 要没有这盏灯 欧式风格也不突出呀 装修风格一改 预算肯定要超的 木匠的活儿变多 地上贴的瓷砖 是仿微晶石的瓷砖 那光泽不是一般小白瓷能比的 价钱也贵 贴在地上 每一片都是钱呢 原本预计六千元能搞定装修 现在能超出一倍去 舅舅您别急 先让工人们吃饭 水晶吊灯 我想想办法 下次进货 看看能不能从阳城买回来 装修超预算 这事儿 很正常 一次性投入大 却能保证几年都不会过时 夏小兰把买水晶吊灯的事 记在心里 依旧去铁路局家属区外面摆摊 她有刘勇家的钥匙 还没把货搬出来呢 就见到前天买过大衣的年轻女人 在外张梦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出摊了呢 妹子 比我前天买的小个马 要海军兰 有货没